也徵詢過了一些相關的倫理專家 決定改成抽樣後、利用前的告知模式 所以是把需要針對1萬多位的捐血人的告知 把它改成 就是說經過抽樣出7000位的捐血人之後 再來逐一針對這7000位 以寄送郵件或者是電子郵件的方式來逐一的通知 然後提供退出的機制 讓它進限到我們這個免付費的1922的專線之後 提供上訴的資料就可以來排除它的這個參與 那這個參與的這個排除 也不會讓它留下任何的住基在捐血中心的這個權益 都不會受到影響 這部分也是請民眾來放心 那另外一個大家質疑的點是說 這個計畫為什麼沒有去送倫理審查 我們也是再度強調就是說 在去年跟前年 因為它是屬於新興傳染病的一個研究計畫 所以按照這個人體研究的規定 是需要送這個倫理審查 不過在今年度呢 因為我們已經有這個法源依據 所以依據這個傳染病防治法 以及傳染病流行疫情監視預警系統實施辦法 相關的規定我們依法來指定 屬於醫事機構的這個血液基金會 來執行這樣的一個常規性的血清抗體的監視系統 所以它已經變成是我們這個公務行政作業的一環 所以它也不需要說作為這個研究計畫 去送研究倫理審查 所以這個部分也在這邊一併的說明 好 好 感谢观看